娱乐周到无须客套 帮助他得到了名和利 嫁给他生下了一儿一女 最终却抵不过家人艳尔惨淡收场 世人皆知详前恋 无人知晓吴正元 在和林子祥的人生里 吴正元付出了再多 最后也不过是个过客 吴正元和往常一样 在华纳唱片的演播厅里 等待着来面世的歌手 曾经刚入圈时的吴正元 还只是一个合影都只能站在边边的 十八线小演员 现如今不过几年时间 他已经成为了当红演员 而且还和其他几位合伙人 一起创立了华纳唱片公司 成为了华纳唱片的 香港区的总负责人 事业有成 华纳唱片在那个时代的确很厉害 旗下有王杰 蔡琴 郭富城 江玉恒 林一连等著名歌手 那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被华纳唱片看中 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歌手决赛圈 可见其实力非同凡响 华纳唱片也就自然而然 受到许多有歌手梦的年轻人的追捧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还什么都不是的林子祥 当时的林子祥才二十出头 一心扑在音乐上 好不容易得到了华纳唱片的面试机会 更是把他当作自己一战成名的机会 怀着这样的心情 背着自己的吉他走进了演播室 看到了台上郑金威作的评委 心里紧张得不得了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 林子祥开始调试吉他准备试唱 而吴正元第一眼看到林子祥的时候 便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多年以后吴正元回忆起和林子祥的第一次见面 把这种感觉定义为一见钟情 纵然是吴正元见过娱乐圈那么多帅气的男明星 见到林子祥时却还是动了心 可见俩人的纠缠缘分 是命中注定必无可避 因为第一眼便一见钟情 吴正元不由地给林子祥加上了一层滤镜 林子祥还没唱的时候 吴正元便给他投了通过票 就这样吴正元用这种方式 成功留住了林子祥在身边 但最初就是一厢情愿的感情注定很难得以善终 林子祥那时候还不知道吴正元对他的感情 只是脑子发热的想到自己可以出唱片 成为大明星而欣喜若狂 不过吴正元对待喜欢的人的做法倒是也挺传统的 将林子祥收入唱片公司以后 将公司的大部分资源向林子祥倾写 一首《在水中央》让林子祥一战成名 拿下了铁肺歌手的称号 横扫了各大奖项成为了华纳唱片的当家歌手 随即吴正元承受追击 让林子祥相祭出了《分分钟需要你》 《真的汉子》等歌曲 为未来几十年的星途打好了基础 在长时间的相处当中 林子祥也渐渐知道了吴正元对自己的感情 他明白吴正元对自己的好 不管是出于对自己的事业考虑 还是因为对吴正元日久生情 两人最终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不过对于一段感情来说 走到一起是容易的 能不能走下去才是最不容易的 两人最初在一起时的初衷就并不全是爱 因此注定最终是悲剧收场 吴正元和林子祥在一起之后 也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地下恋 沉浸在爱情甜蜜里的吴正元 全然无了往日的雷厉风行 也没了曾经的理智 甚至还幻想着和林子祥结婚后的生活 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上天也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他怀孕了 吴正元知道自己怀孕了 第一反应就是开心 而林子祥的反应我们当时无从得知 但后来吴正元谈起这段过去的时候 坦言其实他自己也能感受到 林子祥不太情愿奉子成婚 但看着吴正元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林子祥也不得不屈服 在1980年和吴正元秘密登记结婚 虽然说开局不是很好 但终归是拿到了那一纸婚约 婚后吴正元不仅给林子祥 生下了儿子林德信 后来还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生活似乎就如吴正元所想的那般 平淡却幸福着 有了孩子以后的吴正元 把很多心思放在了孩子身上 那个时候香港普遍崇尚美国教育 于是孩子大多数时间待在国外接受教育 吴正元虽然工作忙 但是还是会抽很多时间 和孩子度过一些属于他们的亲子时光 儿子林德信小时候头发长了 又不想出去剪头发 于是让妈妈吴正元帮他剪 谁知道剪出来的头发不合心意 就每天戴着帽子 睡觉戴 吃饭戴 洗澡还戴着 吴正元看他这么臭美 偶尔也会逗逗他 母子之间你打我闹 便是最美好的亲子时光 反观林子祥那时候大概是忙于工作 很少和孩子相处 所以很生疏 不过吴正元不介意这些细节 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 过一些简单的生活就很好了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她就是叶倩文 叶倩文那时候风头正盛 吴正元考虑到林子祥的工作 于是主动牵线 让林子祥和叶倩文一起合唱重逢 谁知道两人却越走越近 甚至最后跟着住到了他美国的家的附近 房子还要求要比吴正元的大 可见林子祥给足了叶倩文任性的底气 对于叶倩文的行为 吴正元或许也有反对过 或者和林子祥争吵过 但于事无补 一个是强势没有感情的女老板 一个是温柔又同样爱音乐的女歌手 林子祥自安而然选择了后者 并且还为叶倩文两身定做了临时时分 让叶倩文一炮而红 成为了和他地位相当的歌坛大姐大 可见林子祥对其的偏爱程度 而那时候吴正元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美国 知道林子祥和叶倩文在国内的消息 甚至看到叶倩文不顾自己事业如日中天 公开承认我爱林子祥这样的新闻 心里只觉得对于林子祥的变心已经无力挽回了 所以已经不想再挣扎了 真正让他觉得有危机感的是叶倩文想抢走他的两个孩子 叶倩文或许是为了林子祥主动和两个孩子示好 一见两个孩子就格外亲热 女儿还好对于叶倩文的示好时而不见 但叶倩文对林子祥大儿子特别亲热 见面就直接让他喊自己Sally 还摸他的头说这小孩太胖了该减减肥了 言语间都是对林德性的宠爱 就是这种主动示好让吴正元倍感不安 失去林子祥已经让他心痛不已 再失去孩子会让他直接崩溃的 于是思考再三还是选择结束这段15年的婚姻 及时止损才能留住自己真正能留住的东西 吴正元离婚之后只能独自照顾这两个小孩 注定过的不会容易 吴正元和林子祥离婚以后 他以为按照当时大众对待第三者和婚外情的态度 大家会斥责叶倩文的插足行为 但事实却不是他想的那般发展 围观群众们莫名其妙觉得吴正元对待林子祥很霸道强势 这样权说的婚姻关系才是导致这段婚姻结束的根本原因 吴正元其实觉得很委屈 因为在爱人面前他也是温柔的一个人 被大众误解被丈夫背叛 浪费的那些青春和时日无意不再侵蚀着他的内心 白天他依旧要工作维持生活 一晚回家之后还要照顾两个小孩 他只能在半夜放声大哭 为了不让孩子知道还要打开电视机 将音量调到最大才能掩盖自己的哭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很久 伤痛也随着时间慢慢淡去 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 对于林子祥那份不舍和怨恨也渐渐淡去 后来过了很多年 林子祥又开了演唱会 吴正元受邀请第一次去看了林子祥的演唱会 说来吴正元也觉得讽刺 和林子祥认识那么多年 当过夫妻当过上下级 竟然都没去看过一场他的演唱会 大概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是和解也是告别 而也有媒体记者就着那些往事不放 问吴正元会不会和叶倩文一起吃饭 吴正元只是淡淡的说 我会同家人吃饭 但不会坐叶倩文隔壁 坐在同一桌吃饭 是因为对往事不再介怀 他可以原谅和放下过去 但他不能原谅第三者 无关个人情爱 只因自己的三观 大概真的是对往事放下了吧 往事随风而逝 吴正元后来也想着重新开始 接受新的恋情 这本来是一次好的开始 但儿子或许是占有欲比较强 或许是怕妈妈再次受伤 每次吴正元出去约会的时候 儿子会照顾好妹妹看电视 然后打电话和妈妈说 不可以接吻 不可以牵手 不可以拥抱 不可以 因为儿子的阻挠 吴正元也认命的 没有开始新的感情 一直独自照顾孩子长大 孩子长大以后便独自生活 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 不过对于曾经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提起来 或许还是有很多遗憾和不甘心吧 儿子参加综艺 我不是明星的时候 他去帮忙助阵 上台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 谈起了林子祥 说了一句 让人觉得特别心酸的话 我和林先生在一起20年 他从未带我出去 见这么多朋友 现在儿子有机会了 让我见到这么多观众朋友 认识大家是我的荣幸 感情或许从来都是前任灾数 后任成良 陪伴一个男孩 变成男人的过程很痛苦 陪他成长 吴正元用自己的爱 教会了林子祥 怎么缺爱一个人 怎么对另一个人好 陪着他从无到有 整整20年的付出 最后却替他人做了嫁衣 吴正元本以为他20岁到40岁之间 遇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男主角 但谁知道这个男主角 却在他40岁到60岁之间 寻找到了另外一位女主角 终究吴正元对林子祥的称呼 变回了最初的林先生 人在多多转转之后 也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如同我在你身上 耗尽了一生中所有的业 可是直到天都亮了 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月亮 就像吴正元不太确定 林子祥到底有没有爱过自己 而他对他有的是感激 还是情非得已 所以说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 在吴正元爱林子祥的那20年里 林子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他的眼里只有工作 而在林子祥爱叶倩文的余生里 他学会了爱 却又刚好遇上了叶倩文 而后来的吴正元也渐渐把这段往事放下 毕竟感情里面又怎么能计较的清楚呢 他将儿子林德信当做了自己后半生的男主角 那拼了命留下来的一儿一女 成为了他晚年的慰藉 而吴正元能够有人问他周可温 有人与他立黄昏 所欲皆是良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